真的目前應該是台灣本土第一人 羅正鋒 這邊直接放掉 再給過來 是有一個超級大空檔 Wild Open 還給他彈進了 主場的魔力 雲鋒有機會來做一個反快攻 來到前場才能享受 這邊M1 羅正鋒要想罰球線 討爾找到包夾 沒錯 就是要讓他來找到 直接放給他投3分 對 這時候面對兩個人的包夾 想要給一個小球 差點滿足的運氣不錯 傳出得住 可以了 而且還有可能發生了失誤 前面的正鋒 剛才就沒有分析地板了 再上來 地板路 地板連了 給一個小球拉到另外一邊 這方三方結束的反對 這一個關鍵3分球 這時候看到 威廉斯一根帶球 帶球 所以沒有分掉 但是要是羅正鋒 前面 哇 這完全空掉了 真的為了在前面要包夾 也沒辦法 其實從籃鞋 到聯盟 到體育署 到我們球團 其實我們對於講球 或是是射賭這件事 我們基本上都是贏人人 我們是不會有任何協調 完全的推動機制 這不僅是對我們自己球團 對籃鞋 對整個體育 台灣的體育 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們那麼辛苦地去經營這樣的環境 你不允許我們可以破壞他的機會 所以我一次再次強調 我們是因應 所謂的體育損斷 到聯盟的悼難 還沒有後遇到 我們對於這些事情 全部都是聯盟的利益 基本上坦白說 有些時候一些球員的 私下這些行為 沒有可能做到24小時 接口這個事情 但是我們在禮拜六月的時候 會有點像是在教會一樣 有一個告解師 我們就說其實 我們現在慢慢就是希望球員們 一對一的把自己的心聲心情 他們慣了一年間都好 因為我坦白講 球隊大家是責無好待 在台北永鋒擁抱的每一個球員 當你的隊員 或者是你知道的人 他發生這件事 而你都一直 其實你對我來講 是責無好待 你要把你的責任扛起來 你要把這個風氣 好的風氣延續下去 把歪風把它杜絕掉 所以我都有提供檢舉破案獎金 或者是別隊的 如果你看到的也都讓我知道 因為畢竟我們T1是一個很團結的平衡 所以我們也跟其他球員有默契 就是你有什麼聽到的 其實不要猶豫的跟我們聯絡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我一路都是講的 然後另外我們所有球員 都在當天無信球員發生的當下 我們全部都切了切結束 這個都是no regret 你如果有做 你就要去承擔所有的責任 這個我們也跟球員工會通知 其實所有的球員 你只要犯這件事 就是玲瓏鬼 不管這是影射還是假射 還是怎麼樣 對我來說就是玲瓏鬼